也提起公訴 手犯法條 曾前總統及其夫人手犯法條 是貪污自罪條例 第五條 第一項第三款 職務上受受賄賂罪 第六條第一款 第一項第五款 對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 即政治獻金法 第二十六條 第二項第一項指政黨代表人 未經許可設立專戶 而收受政治獻金罪 報告完畢 陳宇具備會起訴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她是陳前總統 是職務上行為受受賄賂罪 那職務上行為行賄罪 法律上並不構成行賄罪 所以是認為說開發金跟 第一項是有這個消費 是說職務上行為受受賄賂罪 的行賄罪是不處罰 行賄罪的 那是郭忠祥的部分 郭忠祥先生 他這個是屬於圖利 圖利 郭忠祥先生 他是屬於犯罪的 這個 被害的人 另外一個 那是郭忠祥總統 這個延壓庭是5月7號要開嗎 那選在這個延壓庭前兩天 我們客人主席有什麼樣的顧慮 那無關 他說那個 有一個非主管 非主管的這個福利罪 福利的部分大概屬什麼樣的 就是說 他這個 利用總統的職權身份 來向郭忠祥先生 索取兩億九千萬元的政治獻金 另外一個 那國泰四華的那個7.4億 並不在這裏 那跟本來無關 跟本來無關 跟本來無關 我們昨天才去北斗 就訓陳前總統 今天就公告最佳事 所以就是 我們之前都已經準備好了 之前就已經訓問過了 只是之前 再去訓問陳前總統 讓他辯明犯罪嫌疑 你一直是說 是不管很多人都不會改變交易 不是 不是 所以 不重量的 兩億九千萬跟後來一千萬 都是 你們認定都是政治獻金嗎 對 那個都是土利的部分 所以總共三億嗎 三億一千萬 貪務部分 只有三億元 圖利部分三億元 圖利部分三億元 圖利三億元 嗯 收售賄賂是一千萬元 所以主任原大的馬尾城跟馬尾堅 並不在這裏起訴 到底是海上 這個新聞稿寫得很清楚 只有這個 稿內所說的部分來起訴 那其他還有多少在調查中 其他都在調查中 還有在繼續調查嗎 就是全案 就是說 還是有在繼續處理 對 請在明天小姐 在特徵組裡講的 跟他在法院講的不一樣 我們又要犯到違證 他 是否違證 等到 那個審判案件判決之後再來處理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特徵組 在今天又出招了 事實上5月7號 就是陳前總統的嚴鴨庭要召開之前 今天呢 特徵組又召開了記者會 對於貶徵追加起訴職務上收受賄賂罪 還有圖利罪 好 這是我們看到的這個貶案 癥結的第二波 那麼特徵組目前出來的一個最新說法 好另外我們稍後回來要來看到的是